你好,Renny 喂,赵博士,Renny 是,沒錯 先看看,我看了你剛才的聲音 在WhatsApp上面那些 總之這次是以人際關係 對我們的健康的影響為主的 沒錯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Data Set 關於人際關係 沒錯 沒問題,收到,我們現在準備開始 好,好,可以了 OK 交通登學,換城市節奏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 健康密碼 2月27號,星期二 下午時間來到4點13分 歡迎大家來到星島中文電台 這裡是我們逢星期二下午4點 播出的健康大數據 我是Renny 在電話那邊 有我們聽眾朋友比較熟悉的 我們的招博士 2月份的最後一期健康大數據節目 時間過得多麼快 我們中國俗語 有一句說話叫白面玲珑 形容一個人 為人處事 各方面 打交道 白面玲珑 誰都不會得罪 人際關係很好 這個意思 按照我們平時的想法 通常不會把他一個人 白面玲珑是一種性格 就不會把他跟我們的健康 掛上什麼關係 但是今天我們 健康大數據的主題 就偏偏在講 一個人的性格 他的人際關係處理的 妥善與否 對他的健康的影響 大家是否很感興趣 是的 我們將時間交給赵博士 Renny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時間 差不多一小時 我都不可以帶出這個大數據 因為如果你只有10分鐘 基本上是說不到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有這種時間 就可以直接進入裡面 就是說其實我們一個人 有沒有交朋友 交什麼朋友 既然可以影響到我們 開心一點 和活耐一點 和少一點病痛 比起什麼人 比起沒有朋友的人 當然就看到這些事情 但是那些人沒有朋友 或者小朋友 小交際那些 既然更健康 那些人很多朋友 說就是說朋友 你當他兄弟 但是他可能當你乾弟 那些 就是說如果你認識錯朋友 那個傷害性 等於什麼呢 這個研究就 給我們看到 就是等於 和食煙沒有分別 很重要 很震撼 有沒有反應 這個 這個是 是的 我們可以直至進去裡面 讓我聽聽你的反應 Rainy 有沒有反應 要認識錯朋友 其實那些不是朋友 而是敵人 或者什麼 既然可以 即是選友 選友也有個有字 是的 沒錯 沒錯 即是我們身邊 放了什麼人 在我們身邊 可以影響我們的精神 即是那個精神 健康 可以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無論是朋友 家人 工作上面 還是叫life partner 即是你選他 和他出生入死 結婚 生兒子 那些 那些研究就說 那些人有strong connection 的時候 跟身邊的那幾種 就會健康一些 開心一些 和活耐一些 但是 做一些研究 就會一直看 就說 當健康的感情 這個就是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裏面登出來 就是說學校 什麼責任 就是說 一個人的壓力 跟一個人身邊的關係 是直接有關的 所以如果那些人 是放在身邊 是對你好的時候 新年那次說過 就是說 慶祝新年 還有要喝飲食食 還有要讚美 才會有那個好的效果 還可以幫你避免 食物有煎炸 那種傷害 那麼這裡 這個研究就更特別 還有日常日日 放些什麼人在你身邊 會影響你的心臟 影響你的脾胃 影響你那個 會不會可以 少了些糖尿病 影響你的抵抗力 但是他就說 好還是好些 甚至幫你睡眠 睡得安心些 食物也會選擇更好的食物 但是如果你身邊有些壞的 不適合你 壞是很簡單 不是壞人 是不適合你的品種 那種的時候 比吃煙更壞 不對更壞 沒錯 嗯嗯 所以這種危害也很大 很大 然後還有就是看看 譬如有些人說 個人類型有哪幾種 那我就傳給你 就是某些個人的傷害更大 大得很厲害 那哪種 有種叫Type A 我想很多人都聽過 Type A 就是你又努力 又努力 又努力 又懂事 又交功課 又考試考得高 最後當你做到大律師 或者大醫生 然後呢 有沒有直接影響 高血壓 心臟病發 那些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因為你 Type A 所以這個研究這麼麻煩 就是這樣 因為Type A的人 你想著 這麼多東西好 應該繼續好 誰不知去醫院 升別人不升你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別人擦鞋 比你更厲害 可能那個影響 打擊大陸 為什麼這個世界 這麼不公平 Herny 很不公平 醒不醒 已經開始了 對 開始了 就開始 產生一些 很negative的情緒 嘩 那些毒素 開始來了 還有就是追女生 我每樣都好過她 她是不喜歡我 搞什麼鬼 為什麼她會這樣 為什麼人家 你選她嫁給她 嫁給她 你不嫁給我 我很想娶你 如果我用男士的角度 為什麼會這樣 又是 好Type A 就想著 每樣都不合理 但喜歡這件事 很過人的 所以這些就是打擊 升職 升職也是有很多因素 這些就是 對Type A 的那個人 很大很大問題 變成了 Type A 應該怎樣 在那個情況裡面 怎樣算好 其實如果她能夠 能夠明白 今晚我們講的這個訪問 這件事 就很震撼 因為她們不只是拿 一兩個人來看 是1178個男女士 接著看了70年來 拿這個結論 拿這個結論 然後我就發了一個 中文字給你 就講關於這些叫做 有一個中文字叫做 是 盡責又不是Type A 又是另外一些性格 就是你根本對我不盡責 但是 接著就說 做人盡責一些 做人做多些 這個英文字 他們在這個研究裡 就讀了 叫做Conscientiousness 有沒有盡責 發覺那些人 有多些責任感 對別人盡責 又是活得好些 亦都是適合你的那種朋友 你想想如果你有個朋友 對你盡責 你說多好 如果你身邊有些朋友 對你不盡責 難怪身體搞成這樣 你無端說 美國 你需要他打911的 他不盡責 沒有了一件事 怎知道 你現在躺在香港 就999 沒有人打電話 或者你進去了 然後想著 每天都是探望你 等你沒有出現 接你 答應了接你 怎知道遲了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你有沒有感覺上 對方很不盡責 對吧 所以這個Conscientiousness 這個盡責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無論是你的朋友 還是你對人 原來盡責 在小朋友那時候 已經看到了 可以預測到 Mortality risk 在整個lifespan 他們做了 連加州都做了七代 七個decade 一九三零零到二千 Leslie Martin 那裏 一千二百五十三個男女士 在加州 又去confirm了這件事 confirm了 那便說 哇 進責原來很影響 所以 一向都已經知道 進責是很重要的 但是 到了現代 現在2024 那麼多人都不進責 那麼多人 都好事 你看看 你老闆跟你說 你這麼早就下班 你有沒有盡責到的 你是應該回九點早上 回到九點晚上 七日七夜 這樣就盡責了 那你就 你就聽他說 怎麼知道 家人就說 你對我不盡責 因為你走了去上班 找又找這麼少 人又不在 兒子畢業 你都不在 兒子就覺得 哇 你真是不盡責 做老爸 因為 但是你真是做了 你盡責了 聽你老闆這樣說 你就盡責 還有 又拿多個個案子出來了 就是老婆 剛剛正在生 但是你又要交project 那麼 醫生又說明 說明就是 這六個小時 就能生到的了 所以你就在那裡等 好乖仔的在那裡等 誰不知 八個小時都不來 但你不回去 製作這件事 去做這件事 你就可能 工作都沒有了 大家去吃吃了 所以你就盡責了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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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腳走 後腳老婆爭 然後 以後 以後 十年後 二十年後 都說 不盡責 對 不盡責 那你就說 究竟那個人是盡責還是不盡責呢 這個才是有趣 這個 我們有一句古語 又是很準確地形容的 叫做 忠孝不能兩全 沒有辦法 一齊 顧及到 有很多職位是這樣的 例如 醫生 他可能 不知道幾點鐘 回到幾點鐘 有病 他就要立刻起床去 如果他家裏有什麼不盡事 那他猜哪裡呢 是以自己的職業操守為主 還是以家庭的盡責 作為己任呢 都是需要選擇的 OK 謝謝趙博士 我們第一節節目時間 先到這裡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一起健康大數據 大家見 請問 請問 凱太太 你一包兩包買這麼多東西 是什麼呢 你看 你不知道嗎 現在已經通關了 我要回鄉下探親 所以買了很多 許氏的花旗參 及森茶做手信 許氏森業集團 是美國威斯康新州 最大的花旗參牆 生產最正宗的美國花旗針 我每次回去探親 就一定買許氏的花旗針 和深茶來做收信 陳太太,我都快點買些,準備先 華美會計 擁有32年經驗和幾千個客戶的信賴 我們的專業服務一定會令你滿意 地址 三藩市華盛頓街739號3樓 電話4155769318 華美稅務 怎只幫你填份稅表這麼簡單 由美西法和會館 美國中藥聯商會 《星都日報》 香港駐三藩市經濟內辦事處 廣東法和會館聯手主辦 粵港美明寧歸秀大會演 即將在三藩市灣區震撼上演 回集香港粵劇青年聖英演員 和幾個灣區本地粵劇命令 攜手打造年度粵劇文化盛事 交價由38元到108元不等 今年3月15日至17日 三藩市大明星戲院 好戲連場不用錯過 查詢完線 第1 9897111 第1 9897111 3月15日 部分門票收入 張川鄧比閣 亞洲奇英慈善會 道庭運動費 銀級贊助 二號紅花超市 紅級贊助 灣區華人服務社 田木林 瓦爾博士 新年又到了 想了送什麼禮物給親戚朋友了嗎 連年都是什麼餅糖禮物卡 沒有新意 你有什麼提議 龍年最佳禮物 當然是星度威費收音機 升級版的充電線 是更耐用的USB-C 還有新增加倒數計時功能 煲湯手包武煲洞 那有什麼優惠 原價88元 現在預購特惠家 只是43元半價 機不可失手法有首萬帽 手元即止 機會保用卡還可以參加 12月底的金龍大抽獎 不是啊 這麼划算 43元 我立即打電話訂購 650-808-8888 650-808-8888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是 至今來到下午4點27分 上一節節目裡面 趙博士說了幾個概念 其實 在我未知感情是什麼的時候 我也已經看到劇集裡面講 感情是不可以勉強的 趙博士說了 一個人 無論是心儀的男性還是女性都好 當被自己心儀的對象拒絕了之後 跌了入心情的低谷裡面 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他不選我 為什麼他要選他 這件事就開始令自己的情緒 進入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循環裡面 於是這個時候的毒素產生 還有當你已經盡了人事 已經很努力去拼搏去爭取某件事 而最後結果不如理所願 這個時候負面的情緒又來了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在我們的個人關係裡面 這個時候若果你將它視為自己的人際關係不佳 對你的健康是會有影響的 剛才趙博士就在上一集裡面說到這裡 好我們繼續有請趙博士 是的Renee 我說回二十三年前二十四年前 那些人問我 亦都變成了一本書 就是講美機殼 就是問我吃些什麼可以美一點 那時候就說美的 之後就變成了我吃些什麼會健康些 而我第一個chapter在十一件事裡面說 就是其實你的mindset是不行的話 或者放在一個不好的位置 吃些什麼都不是可以補得回 或者改變得到它 今時今日的研究一直說出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sensitivity 每個人其實都有軟弱在這裡 如果被人拒絕 身邊的人是會拒絕你的 怎樣拒絕呢 就是拒絕你的 或者對你是會有不滿的 其實你都很難會有信心的 因為信心是和你身邊愛惜 和你交流的人在他附近的 那你會被他影響 我們很多時候做不做一件事 覺不覺得是盡責的呢 其實你身邊擺誰就會定了 是不是盡責 可能你已經盡責了 譬如有些人問 你已經在香港發生了這麼多 寫了這麼多書 寫了這麼多文章 做這麼多訪問 如果萬一你有些東西出現了 你身邊那個會不會覺得你不盡責呢 那又有些不同的 因為我老婆 我老婆看開我的東西 看開我的東西 才變成了我老婆 那她已經知道我正在做那件事了 和如果她未必喜歡我的 或者她是怎樣的 那她便可能會覺得我是某些東西 每個人都可以看一件事 看它負面一點的 如果不適合她的時候 那便負面一點 適合她的 就差不多我不可以做錯的 就是這樣 你明不明白那個角度 不是你有沒有做錯 是對方有沒有覺得你做錯 然後你就有個反應 是的 這個讀數 這個叫abusive relationship 不是你要調整 做得自己好一點 這麼簡單 如果是這麼簡單 就不會寫了這麼多本書在外面 叫你這樣做的時候 不可以做 你最後看看 最後不是一樣是不行 因為個個就走去看完這些書之後 走去 去整好自己的EQ 問題不是我的EQ 這些研究走出來了 不是你的個人EQ 是對方怎樣看你 才會令你的EQ提到這麼高 是不是 如果對方是很適合你的 其實沒有看過 拉哈貓吃天鵝肉的東西 反而是更好 因為當你是拉哈貓 拿到天鵝肉的時候 你想想你會不會盡責 你當然盡責 但是如果拉哈貓拿了一件東西回來 其實你都不是很喜歡對方 可能你分分鐘不是很盡責 如果老闆說你 你不是很盡責在你的工作 那很簡單 因為工作可能不太適合 可能我都不是很喜歡做這份工作 如果那些工作是很喜歡做的 分分鐘很盡責 都不頂責 從來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反過來 如果你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員工 你也分分鐘不會說這句話 因為你知道你講完這句話 大家沒有彎轉 所以是不是你不盡責對我呢 很多這些研究 現在因為2023、2024 世界變得很厲害 是個個都發現了 很多研究發現了 既然這些會長生不老的事情 這些擺哪些朋友在身邊 是會影響你的 那會不會是 如果我們篩選了 適合我們的朋友 會好些呢 我們又不是做救世主 我們又不是要這樣 我們要找適合我們的人 找適合我們的工作 有誰不知道 如果錢又足夠 肚子又餵飽了 還要吃得好 身邊的人又很疼愛你的 你一定盡責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研究 為什麼這麼震撼 因為是用了70年時間 去找到這件事 不是不斷調整自己 反而要找對的對象 就不用調整任何事情 嗯 好 謝謝趙博士 好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 先到這裡 稍後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在一起 健康大數據 我是PG&E的Eddie 如果你在家或者公司聞到煤氣味 請盡快接來到安全的地方 直至聞不到煤氣味為止 然後打911 發出反應人員會到場處理 確保利同社區的安全 糖尿病研究的重大突破 研究證實初期患者服用DBA 美國糖尿一號 一至兩個療程治療自本 提升異狀功能 從而徹底避免以後 終身食藥的困擾 中度和重度患者 可以通過修復受損的胰臟細胞 幫助患者避免併發症對眼 腎臟 心腦血管 和皮膚的侵害 請立刻B電 美西糖尿控制中心病溝有特別優惠 415-990-4468-990-4468 疑康醫療中心Azine Network 服務灣區超過30年 由醫生、護士等專業人士組成的醫療團隊 專為長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 提供上門醫療服務 他們精通國粵語 儀康有提供安寧服務 為末期病人和家屬提供全面接助 儀康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選擇儀康 推出收聽方法有三種 分別是手機APP、聲討TV、星島Wi-Fi收音機和星島網站 Android手機請到Google Play下載 輸入SINGDAO TV 蘋果手機請到App Store下載 要購買星島Wi-Fi收音機 原價88元 現在退出超優惠預購價 只要43元加稅 請職致電預購650-808-8888 2024年1月1日開始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立體星網絡廣播體驗 在劣質資深沖織網絡的世代 我們堅持理性與客觀 有你的熱心贊助 可保證我們的持續運作 歡迎你成為星電視會員 或者請我們喝杯茶 BuyMeCoffee.com slash星島USA 只要你成為會員 即可參與每月一次的會員線上聚會 可提出問題 與梁總和其他事事評論員一起討論 贊助180元即可成為會員 送你星島中文電台深厚針裝飾 及星島限量版紀念PoloShirt一件 贊助100元或以上 即可得到一份星島特別訂製的 精緻實用小禮品 一杯茶 一世情 BuyMeCoffee.com slash星島USA SBB是服務大家的平台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時間來到下午4點37分 我們繼續由趙博士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在我們的健康當中所謂發揮的一些 Positive 或是 Negative 的作用 究竟作用一個 我們人際關係方面 處理得很好的人 和自己可以和諧相處的人 究竟有什麼益處 有請趙博士繼續 Renny 這個 topic 希望幫到大家 就是現在多了AI在我們身邊 很多數據都會被AI看回頭 就說一個人如果很懂得去交際 合不合他都交際 或者他要忍很多情況 其實對他身體好不好 另外一個人放在他身邊 是他不需要忍他們的 因為他個個都很喜歡他的 每個都看到都是fall in love 就說很合你的 這個是兩樣很不同的 用的Energy很不同的 因為你這裡要左閃右閃 那裡你要說好說話 你其實本身不需要說好說話 因為不值得你說好說話 但是你學了他這樣做法 那個study就是說 凡是有negative relationship 如果那樣東西是長期的 就是consider worse for well-being than social isolation 即是更差於沒有朋友 就是有些負面的朋友 那麼他就會看到會影響什麼 第一就是心臟看到 但是之後就看到了 長期會影響腦部 會影響甲狀線 會影響抵抗力 甚至令到你重量失控 很重要 真的差不多 就是不可以交友不慎 還有要大眼識人 你看看我們廣東話裡的俗語 和成語是多麼精簡有力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多謝你講這些 因為這些是非常之重要 還有現在研究說 除了這樣 那個人會 如果認識錯朋友 就會有self worth 會減低 即是覺得自己的價值減低 信心也會減低 加上沒有了信心 和self worth 見到喜歡的心上人 很多人覺得 那些人其實是很喜歡的 不過身邊的人說 那些是天鵝 對你 你因為這樣 身邊的人告訴你 你就不問對方 其實對方很喜歡你 但是因為你聽身邊的人說 而你身邊的人擺了 不能選擇了 因為擺定了 身邊的人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你做什麼都可以這樣說 這些就是很負面的事情 就會加了self doubt 加了helplessness 害怕 還有精神緊張 之後就變了抑鬱 insecurity paranoia 什麼都害怕 之後還有 自己都沒有了motivation 沒有mood 去做任何事情 你放這些在你身邊 就影響了 整條命都比較影響 人生裡面 本來應該去了這裏 去了右邊 但是你因為聽這些 就去了左邊 或者沒有動過 這個就是那個研究 做了幾多人的研究 看到就是 之後我就加了我的東西 你不知道 以前的馬車 馬車那些輪子 是用木造的 木造的輪子 所以那些spoke 是一支支的那些 就要很厚很厚 因為木是這樣的 要很厚 就形成了 大家想著 看輪子 就會說 那條柱如果不是很厚 其實都承受不到 你放這麼多貨 放這麼多東西在上面 如果我們用這個concept 做一個鐵輪子 中間那些spoke 都應該一樣厚 因為要這樣 但是當你去看一個單車的時候 單車輪子不是這樣的 那些spoke一支支是很幼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那個why 那個why和how 哪樣先 為什麼 還有怎樣去做一件事 why和how 是有 如果你只是問他怎樣做的 你不問為什麼 很多時候 你就這樣 只有做字 做多些功課 做多些 那為什麼要做功課 不要問 做多些 做到熟為止就可以了 朋友 你遷就他多些 就做到朋友 就沒有問過 為什麼我要和對方做朋友 就回到那個圈子那件事 如果一直都是靠那個圈子 那個柱要這麼厚 那就不會有單車的了 就是因為之後有人發明了 有個分別的 就是如果柱這麼厚的時候 那個圈子是有structure 就是叫做承受力 起樓也是這樣 就是多些承受力 但是那層樓不用移動 那棟樓不用移動 你現在要移動 所以當你那個spoke 那麼厚的時候 你就沒有可能去 有很多flexibility 就是沒有得屈 不可以屈袖 不可以有反彈力 沒有辦法去有mobility 就是走得很快 轉彎活角也做不到 但是單車輪就做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所有東西 是放在tension那裡 是要幼細 多幾支 但是在上面拿tension 不是由下面起上來 整個概念都不同 所以當你明白了那個why why 我們要見眼識人 看眼識人 還有要怎麼知道那個是什麼人 你看看他對你的反應 你做什麼 你失敗的時候 對方是踩多兩腳 站開一點 失敗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失敗才能給你成功的時候 會怎樣 原來呢 成功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誰跟你的關係是怎樣 但是你失敗就很清楚了 每個人都會 仍然都在你身邊 仍然都支持你 這個不同 如果你filter了是失敗先的成功 看了誰站在你身邊 還有失敗這麼多次都在你身邊 仍然是喜歡你 那你問問對方 為何你喜歡這麼失敗的人 他說沒有 我不當這些是失敗 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不同了 當然了 聽起來都舒服很多 是啊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這一節先到這裡 廣告之後 我們今天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廣告之後見 新生培訓中心將於3月17號 開設建築B牌考照班 C10電工急照班 中文講解 考試可大發譯 無意考題保證通過 歡迎資訊 電話510-259-9696 259-9696 你想牙齒古症和未創植牙嗎 一定要找在灣區經驗豐富 口碑卓越的夏冰牙醫博士 在Saint-Liangelo、Saint-Matel、丁河西 以高品質為大家服務 夏冰牙醫現更首次推出 一千元優惠的牙齒矯正 眉瘡植牙、全口植牙 詳情請電415-542-8217 初診免費415-542-8217 禮ana 智能 智能 南無阿彌陀佛 美國聖宗學會 408-736-3386 尋找動人全員 見識美麗童話 2024年 星島親善小姐競選 如果你連門15歲 未分 有合法身份 並自信自己合乎 親自美麗標準 只會入到娛樂版 下個位公免皆麗 可能就是你 我們參加了星島親善小姐選舉 在參與很多不同社區活動的時候 不但在談吐 疑探 文化交流等獲得學習機會 更增添了自信和舞台經驗 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成為星島親善小姐 更是一次發現自我的難忘旅程 歡迎你們又來參加這個美麗的成長之旅 星島親善小姐獎品包括 3000元獎學金 每月優勝者獎品 色色分紗攝影 人像攝影服務 參加辦法詳情 請參與 星島日報 2024年 星島親善小姐競選 主辦 星島日報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在下午四點四十八分的時候 回來今天最後一節的我們的健康大數據 仍然探討人際關係在AI時代對於我們健康的利弊影響 繼續交給趙博士 我們因為很多數據 現在一直陸續會越來越多數據 就開始看到 我們肯聽這些數據 肯給這些數據的影響 其實本來只有研究者看 現在是搬出來大家可以分享 大家可以知道更多東西關於自己身體 甚至你如果在做某個工作 那些空氣對你不好 但以前就說 你現在離開了這麼多年 現在的肺才出事 根本上都沒有辦法去知道 跟那樣有沒有關係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很多儀器 很多人都能量到的了 看到現在的Air Quality 在這個地方不是那麼好 我在打那份工作 不包括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份工作都是打那份工作 有什麼理由影響我的費用呢 Data就可以讓你知道多些事情 就是你打那份工作 不應該影響你的費用 不在那個contract裡面 如果我們說起 拿這個例子放進去 Burn Out Burn Out是什麼 就是做完了之後 現在坦了在這裏 做不到很多事情 因為整個人的心情 整個人的感覺都不在這裏 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但打完這份工作 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變成一個頹廢了 那Type A的人 是很多時候會有Burn Out的 因為他會想起一個很美… 即是很美麗的世界 這個世界應該是公平的 他會很努力去做某些事情 但為什麼這些人 要認識自己是什麼personality 要早些認識 因為你要很清楚知道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認識一些傳奇的人 或者一些叫做特殊的情況 你想想是不是很少 有特殊叫做Outlier 那你個個都會去聽那樣東西 那但是怎樣做到Outlier 原來有些Type A 是可以不太容易Burn Out的 為什麼他做到這樣東西 因為他就學會了 這個世界原來不是那麼美麗的 他學會了就是說 原來是要 是要纏過的人 或者開頭就是這樣 所以走了一堆 我們提升我們的EQ 頂住先的 但之後這麼多研究者走出來 University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8年 就已經有8942的人 就說當他有多些盡責 對他身邊的人 他又健康了 他又長命了 這樣弄了出來8942 然後AI現在就看到 為什麼一個人會對一個人盡責 個個都知道盡責很重要 但原來那個mismatch 當你擺了身邊的人 對你不盡責的時候 你就隨時對他不盡責 如果他不斷打橫來講 你為什麼要打直來講呢 所以很多這些數據 就被我們看到 就說如果你想健康 隨時要再留意一下 你身邊的人 那些人 如果你夠小朋友 夠小的時候 你放些什麼人在你身邊 你一定要篩選過 才好想想說 我現在又要吃些什麼健康 因為很多時候 不健康的情況 是跟工作 跟你心情 跟你身邊的人 有了關係 然後現在你打算拿龍肉來補回 不過吃龍肉 不知道能不能補回 龍肉都補不回 那就 都要想想其他 其他辦法 可能都要 是的 首先我們為了追一件事 找perfect Rainey 我們找最好的 其實分分鐘身邊 有些對你更好的 是good for you 但是因為你為了去拿perfect 但是perfect 是你的腦裏 你的心裏 想著 每個人都追她 她就是perfect 了 廣告都是說這種女生 perfect 但是所有對你好的 其實那些才對你健康好 但是你為了那樣 怎知道這個perfect 可能會不太珍惜你的 會令到你將來 當perfect老了時候 可能樣子又不同了 那你就會對它未必盡責 因為你說 哇 我連這樣都受了你這麼多年 那你為什麼不找一些 是跟你夾 是跟你好 大家可以共同這麼多東西 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為了追求perfect 放棄了些good 所以有時候追求完美 真的是一件 都令到自己幾累下的事 也都會因此 令到可能自己會 給到很大的壓力 給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 沒錯 今天這些數據 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首先要認識 對自己是什麼 是想要些什麼 認識自己 不要聽那麼多外面的聲音 那些noise 接著認識了自己 是怎樣 譬如考一下 personality test 看看是怎樣的 接著之後 認識了是不是這樣 然後找身邊夾的人 是會支持你的 是會是 是你的team member 是愛你的 未必是Romantically愛你 但是是家人 對你有期望 關心你的 這些非常之重要 這些是肥田料 放了下去之後 你整個路就會順很多 是的 好像趙博士剛才所說的 這個perfect和good的關係 有時候 真的 我們自己要有一個取捨 就好像我前陣子看了一篇 很有興趣 令到我覺得很有趣的文章 就說有很多讀書 專門為了讀書 而培養能力 他的能力是在讀書上面 而不是在實用方面 他們專門為了取得好成績 而接受一些培訓 然後發現 這班小朋友 他們從小就拿第一 第二都沒拿過 總之一向都是第一 一直都是perfect 總之到他長大之後 他可能有一次就 拿過第二 其實在很多人眼中 拿第二都已經是 說真的 很厲害 很厲害 不過 他自己是接受不到這個現實 所以 原來 之後就發現 原來 輸得起 也是另外一種能力 你不要說拿第二 就叫做輸 有時候不是拿第一 第一當然是贏 第二未必是輸 但連第二都接受不到的話 那就真的 有時候要看看自己的心理上 是不是出現了少少問題 Rainey 你剛剛說的那樣東西 又是一個節目 因為 你知道受害者最大是什麼嗎? 不是拿第一那個 當然沒有 也不是拿第十那個 那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拿第二 最慘的是拿第二 因為差一點 本來可以是第一 第十那個 第七那個 第八那個 沒有問題 第三、四都沒有問題 但是拿第二 哎呀 第二真的很可憐 這個 這個 就是中了 Powerball 就是 中了 Powerball 來那個頭掌 就欠那個 Powerball 而已 Powerball 17 你就寫了16 欠一個數字 OK 就是想刮了自己的手 是啊 所以這個 如果一隻都不中 沒有那麼厲害 是啊 沒有東西就下次了 下次了 如果中了一個 哇 下什麼次了 所以拿第二 你看到第二 那些人的健康 你就看到了 哇 很傷的 很遺憾 是啊 很遺憾 沒錯 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很多的自責 在這裏 覺得 如果不是這樣 如果這樣 站在上面 那就是我 哈哈 所以做人 認識自己的性格 學會在性格裡 走出來 看開它 聽今天的節目 都可以幫你看開它 譬如考得不好 在英文 physics 理科 simple harmonic motion 這樣說 這是一個 topic 很深的 那你說 考得好不好 1600多年 已經發明了這件事 那其實呢 已經有成500年 你考得好不好 其實不是很重要 500年裏面 都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考得好了 又不見得怎樣 那你就會看開了 在100分裏面 只有40分 對的話 哎呀 我明白了 你可能集中在其他 但在40分 你都拿到40分 不是拿到30分 即是我們 反過來 用正面那件事 來讚賞 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 好 謝謝趙波士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辛苦你 我們下星期 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